在2003年前后吧 当代艺术整个的这个生态 还是跟现在比是比较单一的 所以台康人寿在那个时候 设立了台康空间 来支持当代艺术的这种实验性的创作 台康空间因为也比较注重学术研究 所以我们的展览呢 其实主要是研究性是一种类型 另外一种就是对于年轻艺术家的这样的推广 是一种类型 还有再有就是说我们要研读历史 对于很多历史性的这样的问题和话题 我们有一个深耕的这样的一个追求法 整个我们的20世纪 实际上都在台康空间的这个历史性研究的框架之内 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更清楚的知道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它为什么是这样的一种变化 在历史性的眼光来看今天 看未来 空间成立到现在这16年当中 其实我们一直在做年轻艺术家 只不过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不用这个概念 因为当时的所有的当代艺术家都是年轻的 应该说75后的年轻艺术家 是我们一起合作最多的这个人群 所以我们那会有51平方这样的项目 那然后后来呢我们就又时隔几年之后 我们推出这样的日光亭项目 日光亭项目其实就更加进了一步 就是我们不光是推年轻艺术家 我们也给年轻的策展人有实践的机会 所以日光亭它是一个综合的平台 我们现在面临的这样的问题就是 我们如何把我们认为所谓的专业的这种问题 如何能够把它打开 能够转移成可以跟大家共同探讨的这样的这种形式 其实这个问题呢 对于公众来说 可能有些问题他们并不是那么陌生 只是我们的角度跟他们不同 所以我们如何转移让大家可以在这个问题上 可以从不同的经验上有一种讨论 我觉得可能会更有意思